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代中人 您想要收听收看的节目是亚洲很想聊 在中国大陆吴小波是一位相当著名的作家 同时他也是一个自媒体的经营人 有人说他是在中国最会赚钱的财经的作家跟媒体人 不过尽管如此 在前几天他已经不能够说话了 他的微博等等的自媒体的管道都被封住了 这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能够开放还不知道 吴小波被尽的事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他对一些财经问题提出了他的观点跟疑问 同时他也对在中国目前的商业氛围提出了质疑 但不管怎么样到现在为止 吴小波他还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 那么面对他的学生面对他的粉 今天我们将就吴小波被封的事情一块来谈一谈 到底他点出了什么中国不可说的经济秘密 以及在中国大陆目前所呈现的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都是在美国 第一位是时政评论家陈破空先生 欢迎您破空兄 主持人你好 谢教授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南卡罗兰纳州大学的 爱肯商学院的市场学的教授谢田谢老师 欢迎您谢教授 德先生好 破空好 大家好 一开始我想请教这个破空兄 我想这个大V吴小波被封的事情您也知道 您觉得他到底触犯了中国哪一个机会 难道他说中国需要再一次的思想改造 这是最重要的谈部吗 我想他主要是触犯了习近平的机会 不是中国的机会也不是中共的机会 因为他这个文章里面 第一是讲了中国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 就像因为现在的党媒党报宣传口 仍然掌握在习近平习派手中 他们连李克强都敢封言 更不要说一个财经专家 李克强的十万人大会 讲了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 被党媒党报的报道的时候 拆得七零八落 而且是几乎每天要裁减李克强的讲话 只要说有问题他们就把它裁减了 这显示了习派 习家军方面 生怕提中国经济的问题 那么吴小波这里面就提到了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 第二点 就吴小波不仅提到了经济问题 还提到了机会 比如说中国经过两次改革了 一个是70年代末 改革开放 讲的是邓小平那个时代 胡耀邦、赵紫阳时代 后来说第二次改革开放 是指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 批评江泽民、李鹏不改革 又先起过改革浪潮 那么现在他说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就相当于对习思想、习时代的否定 所以这就出到了习近平的大会 而他在政治上似乎也有所暗示 一开始就说又一个马蒙向他诉苦 又一个马蒙 本来前段时间才用一个马蒙来比喻马云 或者警告其他人 杭州公安局 就是习政权 用马蒙之名去警告 什么勾结颠覆国家 勾结外国势力 什么反华等等 那么后来说乌龙一场不是马云 搞得股票大跌 所以他用这些话 就暗示了对习近平这一派执政的不满 所以说我认为他受到的封杀就是来自于习派 谢老师您怎么样看待吴小波 他被这个查禁的这个状况 你觉得他提了这个思想解放 以及他点出了在很多 不管在服务业 甚至很多其他企业界提出的疑问 这个是这种氛围 这种紧张和疑惑的氛围 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有些影响 我看到吴小波说他自己去上海参加一个闭门会议 40多个人都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高级主管和技术主管 然后有一个CTO向他提了问题 说是我们是搞技术开发的 现在谁能告诉我们哪一类产品创新不是涉及垄断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问的非常关键 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要封杀像吴小波这样的人 以前的话这些人都是很受欢迎的 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 中共的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头了 已经走到极限了 现在很难继续往前推进一些去了 我们谈到这个你刚才提到 就是说脱空也谈到为什么他有这个忌讳 他碰触了中共当局的哪一个忌讳呢 就是我们谈到这个经济停滞的时候 经济的问题的时候 谈到问题的根源的话 往往就说有不同的层面 你比方说第一个层面可能是经济规律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的周期 或者一般的那些自然的经济规律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些大V也好 专家也好谈到这些问题的话 他是不会碰到这个当局的忌讳的 他们不会在意的 尤其是如果这些问题的来源 比方说是来自国外的影响 或世界经济的影响 然后来到美国的影响 同时美国来的输入性的通过膨胀 这样的话中共还会蛮欢迎这样的评价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第二个层面就是经济策略的问题 就是这个当局的这个政府当局 它采取了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这种政府行为的问题 这个就开始涉及到这个中共的机会 中共的底线了 可能也涉及到习近平的敏感的地方 因为他的清零封城这些政策 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困境 但是这个政府行为经济策略的问题 往往还是任何政府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像我们美国现在就出现很大的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跟美国的左派政府有关 所以在这个政策上的问题 已经开始略微的触及了中共的机会 所以就是有可能触到红线 第三个层面的原因就是经济制度的问题 就是这个经济如果是困振或者衰退 是不是制度上的原因 那像我看这个吴小波里面讲那句话 他已经明显的策略了制度问题 他说的 他说在过去的某些年里 我一度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 超越前代的能力和制度保障 他这样说 他说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 就是我们这个能力和我们这个制度保障 是没有问题的 他现在这样说的显然是认为 他在怀疑这个制度的保障不存在 换句话说这个制度出了问题 所以说制度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制度 这就是中共的独裁专制的问题 所以你一旦涉及到这个的话 肯定是要触及红线的 所以他这个说法一定在中共眼里 你等于是怀疑我共产党的领导 还有习近平的领导 那他一定会被中共拿起来 但是对中国的整个企业经济界人士来说 他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问题的原因 根结 正结在哪里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不敢说也不能说 哪怕有一个曾经很成年的 很有效的一个大部分说出来 他被犯牲的话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政策和这个制度和这个执政党 可能都现在都要完蛋了 颇公兄 您这个自媒体的精英 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 吴小波的这个背景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过去我们常常有说 这个文人书生论证 这个可能很空泛 不过现在看起来 书生论证其实对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 当然包括经济政策 其实它的这个导向跟治理跟影响 是有用的对不对 颇公兄 当然 本来是知识分子 它是有这个发声的作用 是社会是精英阶层 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的体现 也是发声同 那么在中共的一党专政下 本来知识分子发生就很困难了 要看党的颜色 但是中共还有相对的开放和相对的封闭 那么在早一些时候 像谢教授提到上个十年八十年代 那就大家可以是放开讲话 中国的经济要蓬勃发展 那么在习近平上任之前 知识分子的说话的空间也没这么窄 而且所谓专家 我们叫御用学者 御用专家为官方所用的 以前他们的职能还是给官方提意见提建议 官方采不采拿的问题 领导人采不采拿 但是从习近平时代发展了就是 一党专政加一人独裁 越来越专很独断 这个倒行逆施 想回到毛时代回到文革时代 结果现在这些专家变成了解释派 本来这些专家 学者御用学者是提建议的 他们不提建议的 他们是等习近平拍了脑袋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他们出来做解释 就成了解释派学者 那么现在但是最近有一高层的斗争 解释派学者在变化了 有好几个什么被称为御用国事的人都改口了 包括什么林毅夫 郑永年 还有包括像财经专家 吴小波这些开始改口 似乎他们看到了中共高层的斗争 有路线斗争 有权力斗争 那么有一条路线是分明是错误的 是灾难性的 就习近平路线 那么那条比较务实的李克强的路线 尽管现在一党专政还存在 至少相对说比较务实 比较改革 比较开放 所以他们是在为李克强这条务实路线站台 所以也就是说有点敢说话了 但是由于宣传口笔杆子 党媒党报还掌握在洗手上 因为网信办或者是中宣部都是习近平的人 那么他们敢封杀 所以这些得到封杀 不过这个封杀也说明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习近平本人封杀了之后 习近平这一派承认现在中国经济是个灾难 不能谈 谈了之后可能动摇这个共产党的基础 和他个人的权利 另外实际上他也默认这个经济灾难 是他自己造成的 比如说是极端封城 极端清零在上海大搞 所以提起了这个怨言 所以现在他不是要去承认错误的问题 而是他要封杀错误 就跟毛泽东搞了这个大跃进 大饥荒导致这个国民经济崩溃 四千多万人被饿死之后 他不是要解决问题 他是要想封口 封住悠悠之口 甚至谎称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结果为刘少奇揭穿 说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结果毛泽东就决心把刘少奇打倒 所以这个独裁者就这样 他不是要解决问题 他是要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所以先把这些吴小波等人封了口 再说就是一贯独裁的继续 这边要跟我们在线上 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交代一下 因为破空兄非常支持我们节目 他现在人是在旅程中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讯号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太稳定 因为他使用的是移动WiFi的关系 也请各位听众跟观众能够见谅 也谢谢破空兄这么全力的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想请教谢老师一件事情 就是吴小波他在他的文章中 他说过一件事 如果透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跟货币的这个注入 他说中国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成长 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还是指日可待的 在文章中他觉得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破空兄所说的 中国企业马某们的精神 这个不在了 但我想先回到一个基础的问题 就是他的判断 中国还是可以成为一个 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是对的吗 谢老师 我不认为这是对的 首先当然我们作为学者也好 研究者也好 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观点 他提出什么样的观点 对中国经济到底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还有多少潜力 很多人都不同的看法 但是基于的事实都不一样 这个我们可以讨论 比方说像刚才破空也提到 那个林毅夫这样的人 那种我觉得有些就是 完全是为了奉承或者讨好取悦 中共当局 而不顾望故事实在说话的经济学家 比方他提到说 以前我记得这几个御用经济学家提到说 中国经济会在7%、8%的速度内 一直在成长20、30年 所以你如果按这个成长的话 当然一定会 可能很快就会超过模糊 关键的问题是任何经济体 我们看到其实以前非常成功的 南韩、台湾、香港、日本 亚洲四小龙、新加坡 他们这些经济体都有个高速成长 甚至有个曾经一度高达百分之十几的成长 但是你一定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那中国经济的放缓是早晚的事情 那就是说从中国经济高的时候 我们看到7%、8% 在那个时候可能有些人就说 就是很盲目地预计 这会永远持续下去 那时候我们就会说 这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经济怎么会放缓 那现在连中共自己 它不用保7、保8、保7、保6 现在今年想保5.5 现在的5.5 现在看来都保不住了 现在实际上你看 李克强召开这个10万人经济大会的时候 它是实际上是直接就是想维护这个中国经济 不陷入负的 就是不陷入一个衰退 当然首先中国经济的即使 它原来这个5、6、7这个数字实际上都是有水分 咱们不切不谈它这个水分 就谈按它自己的数字来讲 它自己都知道它是满足不了 今年肯定是逃到5.5% 那甚至还可能逐渐更低 像世界银行 国际的各种国际组织 预测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只有百分之二点几 那相比之下 像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 一般来说我们的观众长高的 能够维持个百分之三到五的那个经济成长率 就非常之高 至少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看来 现在美国前面几个月还不错 现在刚才第二季度 现在可能会有点下滑 就是美国经济甚至会出现 就是说高达百分之三到四的成长 那你现在美国中国经济 只有美国的经济只有三分之二 一半或三分之二 你看可能口径 那如果中国经济会放缓 甚至也会进入衰退 而美国经济要成长的话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说希望与中国经济只会成长 要超过美国那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中国是你要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话 现在为什么大家连中共的智囊都认为呢 都认同意就是中国经济陷入了混景 所以现在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你要看到它这个经济的驱动力在哪 驱动力在哪 我刚才提到那些高科技的人员提供的 就是说中国我们自己的没有真正自己的技术 都是从美国抄袭来的 拷贝来的甚至偷窃来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今天为止 一个是在技术上抄袭、剽窃、偷窃 强制技术转让 另外实际上就是借了美国开放市场 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订单 把那个国际产业链的一部分 临时的移到中国 其实中国赚到的钱呢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还有他们意义让中国 比方劳动成分比较低 工资比较低 还有不顾环境 其他地方你必须环保 它没有什么在环角问题 还有劳工的条件问题 中国实际上是指望了 借助了几亿农民工的辛苦的 在血汗不顾环境 不顾劳工条件 在血汗工厂这个基础上 把整个经济建立起来 到现在看来 当然我们在经济具体的执注 一个是机械 一个是进出口 再一个内需 内需我们知道现在 中国民众、中国企业 甚至中共政府都是负债累累 这个内需已经不在了 出口、进出口 现在看来下半年中国出口 肯定会出现问题 然后下面就是基建 基建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它建了那么多 就是说浪费了那么多 无效的浪费性的 就是重复性的投资 完全没有效益 中国可能建的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网络 但是大概中国这么多高铁路 它只有两三条是可以赚钱的 可以收回来 慢慢可以收回来 其他连电费都不起 所以说它这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了 所以它说这个 吴小波所说的 再通过大规模的基建的投入 继续保持增长的话 这个也是一种一向情愿的说法 这个实际上是蛮迎合中共的那个 中共的口号和中共的希望 但即使这样子迎合中共的说法 都不为他们所接受 刚才谢老师也特别提醒 那么其实在经济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么各种不同的学者 他有不同的观点在 其实在吴小波的他认为说 中国的这个经济体体量够大 那么成为这个世界第一的经济体 那么是指日可待的 在西方国家里面 也有人是有这样的这个预测 不过破空胸外想请教 当这个包括在中共内部的这个 御用学者们觉得说 中国即将要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以及包括很多西方的观察家 也认为中共还是继续有潜力存在 在这种状况之下 吴小波他所concent的所谓 对马某门失去的这个精气神 那习近平当然不在乎 反正我觉得要讲得更大 所以看起来不论是言论自由 或者是对经济政策的这些批评 那么这些谈话 很想在中国非常无乐观不是吗 破空胸 至于说中国经济要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这个本来以中国的国土面积 以中国的人口发展态势来说 这并不是出奇的事情 即便有一天 中国变成第一大经济体是应该的 而不是让人意外的 哪怕有一天印度变成第一大经济体 也是应该的 不令人意外的 所以这是由国力人口和它的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中国有可能是上升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被阻止了被中断了 那么这个吴小博的发言 要注意到它是不是在海外 它在国内 它是在这个游利于体制内外之间 所以他们必须要用很多的语言技巧 所以吴小博的其中用到很多的话 就是动不动就说 他跟那个马某互问 我们到底怎么了 这是国内学者说话的一个方式 他用我们明知道党国 这个他们说的话 党国不分 体制内外不分 官民不分 他说我们就表示整个中国 包括共产党是一条船 我们怎么了 所以尽量来规避风险 意思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提出问题是人类内部矛盾 你不要来搞我 所以这是国内学者讲话的技巧 所以里面他提到的是中国这个那个 它都是一些掩护 但是事实上它还是很清楚 哪怕是站在中共这个一党专政 不要说民主与宪政这个太不可能提 提到之后不是对禁言的问题 或是坐牢的问题 它不可能提民主和宪政 它就提现在的情况下 提到两次四项解放70年的末 或者是90年代初 那么或者是提到这个马某们的命运 因为马某现在中国一个是个敏感词 是前段时间习派针对马云马化腾所寄出的一个恐吓 那么现在的恐吓不住马云马化腾都活动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整个风向在变化了 就是国内有斗争 党内有斗争 体制内有斗争 反映在外面就是这些 尤利于体制内外的学者所发出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对吴小波他们这些人不能够多的苛求 他并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说一定的话 但是倒是反过来可以看出 习近平他们这么过敏 极度的过敏 就说明中国经济出了问题 而且出了大问题 种种数据都显示不利 就跟这个吴小波直居了 就简单一个例子 他说本来在2020年的时候 中国几家这个平台公司 这个四价还大于苹果一家 比如说阿里巴巴、京东、腾化、腾讯加起来四、五家 拼多多 比苹果要多一点 他现在把中国的就是全部加起来 全部的平台公司加起来 这个市值都不及苹果一家 都不及美国的苹果公司一家 也就是说这两年衰退多惨 所以他在里面讲到的是这个精气神上市 就是习近平搞国金民退打击平台经济 像复辟毛史弹、复辟文革史弹、倒行逆施的做法 不要说习近平停止了 这个中国本来应该向民主和宪政的转移 甚至停止了改革开放进程 就说现在中共打那分改革派和文革派 就比如说李克强为代表的是改革派 而习近平为代表的是文革派 所以这些学者现在就在这两派中 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 让他们希望中国还是走继续改革开放的道路 潘工学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幼稚 特别是在全世界现在这个反中的氛围 这么明显的这个状况之下 那刚才两位都提到了 对中国的一些经济 还有它政治内部的一些抗争战 好 假定反中的这个基础是在于说 中共的专制政权利用它现在有的这个资源跟实力 而对全世界造成的这个威胁 好 那现在中共很想要经济发生的这个困境 我们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 现在中共经济的这个停滞或者是消弭 我们应该高兴吗 彤工兄 中国的经济的现在的困境和灾难是超乎外界想象的 想一想都成立了个降薪办 中国以前成立了个寄生办 是搞计划生育工作 现在成立了个降薪办 各地特别是发达省区 浙江江苏上海 就降薪水办公室 公务员就是共产党的资助 他们自己的人从这个初级的从35万年薪降到20万 这个科级的从24万降到15万 全国各地都在降 少则几万 多则十几万 降薪办要成立一个办公室来降薪 就从这点可以看出经济困境到什么程度 不仅是这个失业 产业链生产链的转出 失业率的加剧 就业率的不济 甚至地方财政收入的捉进渐走 每个省的下达幅度是25%以上 有的地方甚至40% 所以李克强就坦诚国库已经空了 只是没直接说这个话 意思就是说各地政府你自己努力 就是这个筹钱 说各地都在搞企业逼捐 搞什么防疫 甚至这个核酸检测 是要公平自己掏钱了 这个医保公司也不能保了 保不起了 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么严重 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制度问题 因为你经济发展很简单 我们在80年代 我在80年代给胡耀邦上书的时候就提出了 当时还没有那六个字 看起来那六个字很简单 但我提出来差不多是第一次 就是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遇到平静 陷入平静 这是我在1985年 跟10个研究生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的上书 后来中共的媒体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说法 但是后来在保守派政治老人的阻击下胎死腹中 那是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 那么到了现在呢 现在又是这个问题了 所以温家宝事情都说了 温家宝在卸任前也说了 没有政治制度改革 就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保障 甚至可能就是成果就是重新丧失 他说了 但比我晚了20多年 但是现在居然这些当政者 当政者可以跟时代完全不协调 完全不合时代 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 是旧时代溜零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游荡 不往前走 往后退 所以现在仍然是这个老问题 就是政治制度没解决 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限的 遇到了瓶颈 吴小晖他们不敢讲 所以我早在我的书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就讲了 你们这些学者也好 你们这些企业家也好 只要不注重于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 你没有政治上的权利 你也没有经济上的权利 你的企业的也创造的财富富豪 财富会消失 会锒铛入狱 而这些专家学者也都会被禁言 我在2007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也过去了15年了吧 所有这些都不幸而言中 就说明这个整个中国社会是 中共的政府 中共的体制 中共的这个党 执政党成了整个中国和民主的包袱 拖累着这个国家 不能够前进 所以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可能走得更快 但是位于北京 位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 却是中国最落后 最自重 最腐败的一部分 吴小波他本身是一个新华社的记者的出身 那么他过去经营的自媒体 如果说我们以微博上他的追随者大概超过了400万 因此他是媒体出身的人 他其实对中共的这个言论的尺度 他是应该心理由于把他尺在 他知道那个风向在哪里 可是他这次他被禁了 谢老师您觉得说他被禁是因为他真的敢勇于发声 还是他一不小心误出 如果他是一不小心误出 很显然的 中共现在这个红线到底在哪里 是没有人知道的是不是 谢老师 你刚刚提到这很关键的 这个人是吴小灰新华社记者出身 他在中共这个体制内这么多年 他当然很知道 很知道这个尺度在哪里 他也知道大概是他这句话 这些东西可能会触了红线或超越了红线 但是我想还有一点就是说 即使中共体制内的人 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接触过 比方中国一些高级的干部 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或者是那些 他们实际上很清楚一点 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去西山 在中国西山 有个北京西山 有个香山宾馆 当年就是开中共的两会 政协会议、人大会议 我那天有机会去参加 看他们在那个会议 就是说小会上的发言 他们在讲的话尺度非常之大 就是这些人揭持中国当时的弊端、民间的疾苦 抨击政府的一些行为 尺度非常之大 他们观察也很深刻 很多人都是从基层 非常清楚的了解 但是他们在那讲的话 和他们在大会上的发言 和这个大会出来的公报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这个吴小波 他当然知道中共这些尺度 他也知道他的局限 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里面 都有一种 你说是渴望也好 像你们做媒体、做记者、媒体、主播肯定都是这样 我们有一种寻找真相的本能 我们愿意讲真话 我们愿意揭持真相 这个是在我们内心心中 因为你讲了假话 讲了违心的话 讲了讨好别人的话 你知道你跟你的良心多少少回过不去 你晚上会睡不到觉 所以尤其是他看到这个中国经济 他们能了解到中国经济的困境 他跟那么多企业界的人士就沟通 知道这个企业界的困境 他这个要像讲出真话来的 我想这个是每个人 哪怕你有一点点到这底线的话呢 都会说出来 尤其是当这个现在 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 现在看来可能二十大连任都会成问题 就是说中共最上层显然有了一个裂缝 有了一个缝隙 我想他作为一个媒体人 新闻人 他们也可以抓住这个 互排除这个可能性 他可能抓住这个机会 在这个裂缝里边 缝隙里边 在夹缝之中发出一点声音来 希望推动他所希望推动的那一点 可能就是那种李克强这一边 或者比较务实的 亲美的 比较着重于真正的发展经济的这一面 颇官兄 刚才欣老师提到这一点 当我们还记得在五月底的时候 这个李克强在会议当中 其实外界认为说他比较罕见的提到了 要重视现在在中国的经济的这个迟缓的这个情形 好 就在不到一个月的当中 有接连的好几个大V他的言论受到的管制 你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风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的确在中南海内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派系 可以再进行斗争吗 朋友 当然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共派系斗争 路线斗争 权力斗争一直存在 这个绝对不是他们党媒党报所宣传的 什么团结一致 什么就是好像整体的一致的声音 绝对不是 即便是他们的党媒党报也流露出不同的声音 一会是习派在骂反习派 一会是反习派在骂习派 稍微懂得中共这些媒体学的人都能够看出端倪来 说这个斗争是毫无疑问的 说不仅斗争存在 而且现在日趋激烈 那么在红墙后 在黑幕后 斗争的激烈程度也超过外界的想象 就像现在提到这些御用学者 为什么都纷纷反水呢 包括林毅夫被习近平称为 他的九大御用国师排第一 习近平曾经朝九个经济专家座谈 都是他喜欢的 喜欢奉承他的 林毅夫排第一 就连林毅夫现在都说中国经济出现了种种的问题 假装感到忧心忡忡 另外还有郑永年 说习近平的海外国师 以前给习近平出了很多的收主义外主义 习近平想什么 他就帮习近平行凶作误 包括香港的二次回收 说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够 还要回归中国共产党 就是郑永年的主义 然后之后说香港人民抗争的时候他还出了恶招 说给香港断水 断了水之后香港的抗争就会下去等等 后来说大瘟疫这个事情非常可疑 大瘟疫有可能是针对香港在武汉失守 只有大瘟疫才瓦解了香港的抗争 因为大家必须居家 趁机中共 习近平就推出港版国安法 国家恐怖主义去统治香港 但是郑永年现在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都说了中国经济存在七大问题 并提出了十大建议 突然从解释派又要变为建议派了 结果会全文封杀 全部封杀 全部封杀就说明的是网信派的作为 而网信派的主人是壮仲文 壮仲文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那就说习近平这一派还掌握着笔杆子宣传口 舆论界 说他要封杀一切对他不利的争议 但这个封杀本身 加上有人发言就显示了党内的斗争的外溢 就党内有斗争 高层有斗争 他总是会折射到中下层 最后反映到体之外 尤其是学者这个层面 倒过来证明 现在中共高层斗争极为激烈 那么在今年20大之前 中共内部随时可能因为这个斗争 可能出事 甚至可能出大事 出大事您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可能无法连任 是这个意思吗 彭工兄 当然 习近平的连任现在明显出现了变数 过去去年的时候还在讲十拉九稳 外界也都这么看 尽管现在很多外国的一些专家 还在认为习近平当选连任是没有悬念的 但真的懂中共政治运作的人都认为他本人出了大问题 他的连任之路出了大问题 那么看上去 李克强在主持一些日常工作 而习近平在逐渐的一些靠边站 表面上还在党媒党报吹捧他 给他一些面子留下一些足迹 或者说他自己的习家军还在抬捧他 他的连任出现了严重的变数 很大的变数 当然他不甘心失败 不甘心失败他会跟对方斗争 对方斗争的话 他发布所谓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 似乎就流露出某种政变的企图 那么他很多动作都是违法违宪的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宪法 中共自己的党子 他都违了 违党违章 和尚打散 无法无天 就如毛泽东和江青所说的 如果他这么胡搞下去的话 中国有可能出大事 这个大事就不是习近平连任不连任问题 两败会不会发生火病 两败聚伤或者同归于尽 这样的大事的可能性都存在 我还记得胡锡进在前一段时间就觉得说这个机会来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小人之心 胡晓波他的这个言论是选边站的一种做法 有可能性存在吗 彭博兄 那当然 中国这些学者 因为在这个七十年中共统治下 中共横行了中华百年了 已经有个党文化 这个党文化就是只有你风派你才能生存下来 左右看风向望风 如果这个风声很紧了 就赶紧不要发声 哪怕那个王建兴 就是那个所谓那个《长津湖》那个片子的编剧 在西安都快饿死了 他都不敢说话 你叫他说话 他一辈子没想到自己还会来饿 他的朋友说 那你就说几句吧 他不敢说 他说的人都被抓了 他都那么害怕 所以他们一定会看风向 他要生存下来 这是第一 所以现在的学者敢纷纷发声了 他们是看到了党内有希望变革 就说至少 虽然现在还不能实现民主宪政 但是至少还可以选择理性还是非理性 他们觉得习近平这一套已经出到了非理性的程度了 那就是完全是胡搞乱来了 封城 破坏经济 破坏对外关系 联俄抗美 已经是胡来了 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们觉得李克强这一派比较理性 务实 还坚持一点改革 就说还有点做人的理性吧 做一个政治家的理性 或者政治派别的理性 所以他们觉得有了这个希望之后 事实上的确在选边站 这个选边站也不是说是违背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心里的确是倾向于比较务实 比较改革开放 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就成为一个烂摊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方面是有丰派的问题 一方面他自己的想法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小心翼翼的看 总之反映的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斗争 体制内外的斗争 两派斗争 路线斗争 权力斗争 以及习里之将尽在其中 其实除了吴小波之外 在过去的一小段时间里面 包括了任泽平 包括了梁建章 包括了洪浩 他们的这个频道都纷纷的被封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再畅所欲言的 我想请教谢老师 就是不论是郑永年 那么或者是林毅夫 这些被号称是所谓国师的人 我很好奇 因为您跟中国的一些学者 总还有些联系在 就是这些号称国师的人 除了拿出来当做一个宣传的样板之外 他们真正在中南海内部 他们的看法能够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这些学者吗 谢老师 这个很好的问题 我不认为中共实际上是真正的 就是说 依赖专家学者来做这些真正的大的决策 首先 这个知识分子 就是总共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在中国 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共的一个附庸 是一种花瓶 我就举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看这次上海封城 上海封城以后 我们看到有很多知名的人士 但是普通老百姓都不用说了 家里断粮了 断菜 断油了 就是断了这个基本的生活去比习品 他们也发的声音也没有用 而一个小小的街道办公室主任 凭借上司的那个命令就可以掌握这个生杀大权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点 在社会上很有名的人士 包括一些影艺界的人士 一些大V、大腕、明星、电视明星 包括台湾 我觉得好像台湾来的一些领导 这些人按理说按正常社会的话 这些人的影响其实都不下于这个上海的市长 它可能只有全国性的甚至世界性的影响 包括这个郎贤萍 你知道中共 我知道他们跟中共也比较走的近的那个郎贤萍教授 这样的人 但是即使这样的人 就是说你即使在这个社会上很有名气 也在知识界很有名气 你可以真成为这个正常国家 智囊级和国宝级的这些学者、专家 隐心、求心 所以这些人他们在这个瘟疫封城的时候 你看他们那个无助和无奈 你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社会地位是什么样 而相比之下 所有的中国那个中共体制内的那些官员 从上海市政府到各个区的区政府 集成了街道办事 这些所有的中共体制内的官员 他们的生活那个保障 他们的那个个人的安全 都毫无没有任何那个自己担心的地方 就是你就看到在这种危机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在这个社会里边 它的官员的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 就是党的官员、政府官员的地位是第一位的 其他那些包括知识分子 其实都是屈从于中共政府 那你这些智商学者也不例外 那这些智商学者我们也知道 现在中国如果敢真正发生 真正真边实地 敢讲出真相的人的话 他们都已经呆不下去了 很多都已经逃到海外来了 那能够呆下去的话 有的人可能比较就是说 我干脆选择不法身 我不跟你同流合污 但是我选择截身之号 当然也有的人就开始左右逢人 讲中共爱听的话 把中共那些非常荒诞无忌的什么三个代表 这些东西就是说把它作为一种理论 来用它的学者的知识来加以美化 这个就是知识界的堕落 这个事情在这种 这样的知识问题在中国也非常非常多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 先老师刚才破公兄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在现在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我想请教谢老师就是即使李克强可能他的这个 比如说对这个动态清零这种风控措施 有不同的这个想法跟做法在 可是就整个中共而言 他不是就是一体的吗 换句话说李克强他即使有部分的经济政策不一样 难道李克强真的掌握更大的这个权力 会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吗 谢老师 我不认为李克强就是一旦假设 他真是什么习下旅上 他出任总组织以后 就一定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 和中国政治的现状 我不这样认为 首先呢 李克强可能不是 他可能就是一个中国那个技术官僚 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政治抱负 像伊尔卿或者是这种科尔巴乔夫式的人 他没有这个政治抱负 他实际上已经在这个习近平的 在这个习近平之下 在这个中共这个怎么说呢 在中共这个体制之下 就是唯唯诺诺诺的做了这么多年 他们所做的 或者你说这个他们讲这个中共 分成这个中南海南院和北院 北院是国务院李克强搞经济搞实业这些人 南院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搞政治这批人 他们从南院和北院之间 务实派和务虚之间肯定是有矛盾 可能也很非常激烈和中途激烈 但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共同的 他都在维护这个共产党的体制 我觉得李克强他就是从这个共青团 团派上来的 他当年还是我们北大校的团体书记 从这个团派上来的 这些人呢 他们只不过都是要维护共产党 维护这个体制 不过有一面呢 他因为是习近平可能认为 我回归旧的 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体制 更容易保住共产党 而就是李克强这面 可能加上王阳啊 刘霍这些人 他可能认为呢 我们最好把经济搞好 共产党的江山才能稳固 所以说实话说到头呢 实际上这些人 我认为真正的呢 都是想稳住共产党的江山 稳住中国的经济 让中共有这个他的统治的合法性 来延续中共的生命 我觉得是他们共同的处征 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有这种政治上的分野 但是呢 就像阿克佑珀公也提到 就是他们这个内斗呢 可能会到一种非常激烈的程度 如果激烈到你死我活 如果激烈到比方说 有一方认为 我如果败了 我被拿下来的话 他们会清算我 清算我的家人 清算我的三代 就是说 他能看到这样一个可怕的前景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政治上就开始决裂 也不排除有一方 可能会说 我们通过就是走向自由民主的路 或者向西方看齐 就是说抛弃共产党 用这种政治上的决裂来 作为一种政治角逐的结果 这是有可能的 其实我们看 呃 在不管是上海 各地的这个风控 其实 还有他动态清零 对于中共的这个 对中国的经济 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照理说 那么去如何的 控制 甚至激发 他们的那个消费能力 以及把经济问题给做好 是他的首要之物 可是他现在花很多精神 去把这些大V给封嘴 这很显然的显示 习近平 他是有些窩围存在的 可是破空兄 刚才我请教谢老师的问题 我还是要请教您 您刚才特别强调 就是如果中国大陆不能够 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话 那么其他的东西 都是无所谓的 那假定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中共您刚所谓的发生大事 他即使发生了大事 两个派系有激烈的这个冲突 冲突完了结果呢 这个turning point 会存在吗 就是这个体制的改革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方向 以我们现在所看到 因为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独断的一个绝大多数 独断的一个政治体 在中国大陆掌控了整个中国的政权 不是吗 破空兄 目前有两个基本判断 在中共高层斗争 或者是洗礼斗的情况下 现在他民主和现在 似乎没有提倡日程 不太可能提倡日程 但是有两个判断 一个判断就是在中共党内 一党专政的情况下 选择哪个模式 那么现在李克强这一派 要选择邓小平的模式 改革开放 这个国际社会 也是相当程度可以接受 可以容忍的 比如说美国或者民主国家判断 中国不可能马上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模式 对世界的威胁似乎小一点 然后另一派就是 习近平这一派选择的是毛泽东模式 文革模式 那就是不仅对内政压 对外还要扩张 那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挑战 这个不仅说对中国人民是受苦 世界各国也不能够接受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 如果习近平连任的话 基本上会堵死改革之路 不仅堵死政治改革之路 也堵死经济改革之路 他所引导的模式就是逐渐朝鲜化 一党专政加一人独裁 但是如果李克强战胜习近平 习近平连任被阻止的话 有可能共产党向右边移一点 移到越南模式 就是集体领导制并进行温和的政治改革 就是国会选举、参议选举、党章宪法公开、官员财产公开 这些都有可能 但是不排除一点 就是说 虽然李克强他的确就像谢教师讲的 看上去没有什么政治抱负 就是技术官僚 有可能他本来没有戈尔巴乔夫 这个叶利钦那样的理想 但是形势比人强 发展的一定阶段 当中国社会、国际社会都出现那样一个点 需要不仅经济改革 而且要政治改革 我说的经济改革 它只能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陷入瓶颈 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的完善之后 经济发展才能够平稳下来 中国历朝历代证明了 所以大治、中心都没用 唐朝的大治、清朝的大治持续多少年 最后都崩溃 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没有变化 所以这一点到了时候是形势不由人、形势比人强 如果那时候出现变化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 不仅经济改革的可能也会出现 政治改革的可能 既然苏联出现过 哥尔巴乔夫、叶利辛 中国出现过 胡耀邦、赵紫阳 并不排除未来 中国也会出现 胡耀邦、赵紫阳生的人物 只不过 哲学家说 人不可能同一次 一次踏入同一条溪流 形势变了 那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 在心底条件下 能够得以避免的情况下 中国平稳的过渡的民主宪政 还是有所希望的 我对很多的研究中共的学者 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 我是很佩服 谢老师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五月份 它说五月份的国民经济 呈现一个恢复的情形 其中1624岁25到59岁的 失业调查率分别是18.4% 跟5.1% 那么房地产的开发还有销售 还是不是很好 不管怎么样 我随便抓这些数字 其实目的是要告诉我自己 我想请教这个谢老师 就中国大陆统计局这些数字 对你们分析而言 到底管不管用 因为就在前一段时间 这个中共的这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 他们的副书记 张静华被双开了嘛 那么双开了其中一个就是 它的出现这个造假的这个情形 对于您或您所知道的 这个海内外的这个学者 研究中共的这个经济 这些数字 你们到底是怎么判断 怎么去运用它 这个误差不会很大吗 你们不会怀疑吗 谢老师 当然怀疑 首先那个它不是误差 都不是误差的问题 误差的话呢 各国都会有 你比较美国那个第一季度的经济成长 经济下滑 本来说是1.5% 我记得好像改成1.4% 还是1.4%改成1.5% 就是说实际上你知道 这个正常国家 民主国家 有权力制衡的 或者是经济统计 非常发达的 它也会有修正 也会有误差 这个误差不是问题 但是中共这个 我们都知道是假的 我其实那个 我2013年在台湾那个博大出版社出了一本书 叫做赤龍的钱囊 就是提到这个中国经济的问题 就是中国经济的观察 里边有好几个章节呢 就是讲这个中国经济 中共经济数据的造假 它的造假的话呢 我们也会看 因为它现在造假呢 它知道它也很困难 其实造假的话 你其实报道真实的数字是最好 最方便 你造假的话呢 它必须 因为它不是只造一次 你知道 它要每年都造假 要持续的造假 就刚才我们都在说了半天李克强 李克强自己 他都不相信中国经济的数字 他在做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亲口对当时中国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一下想比他的名字了 当时他亲口对美国大使说 我不相信这个我们下面 辽宁省下面的数字 我们这个数字都不可信 他只看什么数字呢 他看当年这个辽宁省的 你比方火车运输量的问题 发电量的问题 这些数字不太容易造假 他用这个发电量和运输量 来估计辽宁省自己的经济 而对这个各省市报价 或者省统计局报价的东西 他根本不相信 他中共自己都不相信 我们怎么不相信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说他造假的话 他现在已经到了 必须系统性的造假 所以他那个系统性造假的时候 你要去研究他这个系统性的话 你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你比方说这个人口片的失业率 有的时候中共会慢慢的 就是说让他这个造假的幅度 有些地方会变得小一点 比较接近实际一点 这样的话 既掩盖以前的那些故意的错误 和罪行了实际上 再一个呢 也让那个真实的情况慢慢展现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 他这个人口失业率 比如说16岁到24岁比方18.4% 25到29% 5.1% 这个数字可不可惜呢 当然不可惜 我认为这个真实的数字的话 一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但是这个有一点呢 他这点至少他这个相对性的 我们可以从相对的比较 就是说大学毕业生 或者大学毕业几年这些人 这批年轻人的失业率 几乎两三倍四倍 就是说一般的工作人口 那这个大概是多少 有几分真相在那边 那这个实际上跟我们在 从其他渠道观察到的 中国失业的问题 中国现在年轻人普遍的 躺平的问题 躺平的现象 这些是可以稳合得上的 所以呢就是 我们看中国的数据呢 就是你就是要 第一 你知道很清楚 应该清楚知道 它就是假的 但是呢 这种假的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去伪纯真 你可以呢 参照其他的数据 第三方的数据 外界的数据呢 你来推测它这个 整整的经济数据是什么样的 你比方说现在就中共说 去年这两年要5.5% 啊 6%的经济增长 那按我的估计 我们的估计的话呢 我认为实际上 它已经进入衰退 它只不过是虚高了 5%和6% 但是如果它现在的5.5% 它也保不住的话呢 那我就知道 它这个经济的衰退 肯定是比这个 最大的一个调幅 一口气 把利率调高了这个三码 同时还不排除 下个月可能还会再调整 那很显然的 在美国的相关的这个当局 他们开始采取的 比较大的这个猛药 去治理他们这个经济的活动 但同样的 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目前放出来的风向 跟这个川普有很大的不同 比方说 那么他们想要取消 对中国货品的这个关税的 这个课征的问题 甚至减低的这个问题 颇公雄还有谢老师 怎么样看待拜登政府 对于过去一段时间 川普采取了 比较强硬的态度的这个改变 假定这些一个措施 那么改变之后 那么对于所谓的 中美之间的贸易的问题 甚至中美之间的经济的竞争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颇公雄您的看法 拜登政府这个说是 要对一些部分中国商品 这个关税取消的话 是基于经济的考量 并不是政治的考量 并不是中美关系 或者是要发生逆转 是它实际上继承了 川普是大部分的政策 因为现在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 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经济在通常来说物价稳定 有通货膨胀也是温和的通货膨胀 但现在通货膨胀是非常陡峭 这个陡峭是有三个原因造成的 一个原因就是说大瘟疫 货极发生于武汉 中国货极全世界的大瘟疫 造成的这个停工停产 对经济的破坏 第二个就是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对粮食、能源各方面的打压、排解 对欧洲这个能源也都吃紧 必须制裁俄罗斯 那么再一个因素就是 中国这边出现的灾难性的经济结果 因为中国毕竟是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制造业大国 那么它的经济出了问题之后 它会影响到世界经济出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美国做出一个紧急的调整 一个就是加码加息 这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从来没加这么高 在美国历史上 而且这么快速这样 为了移植通貌膨胀 所以在这个时候 同时采取一下 对一些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只是为了缓急 并没有改变美中关系的大局 而且我还是说那句话 它对川普的政策 大部分还是继承的 继承的 并不是它主观上去的继承 是客观现实构成的 必须继承 因为美国必须反击共产中国 那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也是整个社会文明事件最大的威胁 是 邱老师您的观点 对 这个我跟破空不太一样 首先就是说 美国这个通胀现在非常严峻 最新的数字是8.6 这是40多年来 我来美国30多年来 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通货膨胀 还有一点通货膨胀的原因 我跟美国破空里面一样 就是说 原因最主要的几点 当然跟瘟疫有关 瘟疫导致封闭 导致供应链的中断 导致货币和价格上涨 这点没有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在川普时代 从2016年到2020年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一直在1.2%到1.9%之间 从来没有突破2% 而拜登上台以后 2021年开始 突破了2% 然后3、4、5、6、7、8 就是一度上升 原因很简单 实际上一个是 美国自己断了自己的能源供给 停止了石油开采 使能源价格上涨 还有一个是政府 就是说过度的支出 民主党推出的几万亿、六万亿的 三万亿、四万、六万亿的支出 实际上就是放水 导致了这个 对中国的关税 如果是削减的话 削减中国的关税 不会给美国的通胀 带来任何好处 原因很简单 在川普时期 开始施加对中国的关税的时候 美国的通胀仍然受控 根本不受这个影响 另外一点 普京出去乌克兰的战争 也没有导致 也不是美国通胀的原因 并不是拜登政府所说的那样 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 在2月24号乌俄战争开始之前 美国的通胀就已经高达7%了 早已经突破了 所以拜登的希望取消这个关税 所以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种 对中共示好 对中共非常软弱 一种姑息中共 姑息养奸这个做法 对通胀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会实际上丧失掉 美国对中共制衡中共的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贸易上的杠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虽然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线上 但是在美国的时间现在也晚了 所以我们下次再请我们的听众朋友 一块来跟我们的这个嘉宾讨论 今天谈到吴小波 吴小波他被禁 当然是个遗憾的事情 可是从吴小波事件 他是一个记者出身 我也是一个新闻人 我突然觉得我很幸福 可是仔细一想 让人民没有恐惧 不就是任何一个政府 一个政权所该做的基本责任跟工作 我是戴中人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频道 我们谢谢在美国现场的两位嘉宾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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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